台湾电视公司这个八点档将要推出一部巨线 国宝期的人物 那叫做洛神 洛神 那么这一部戏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杨丽花小姐 她这个可以说突破她的歌仔戏的这个文化 可以说更上一层楼的一个转捩点 那么这一部戏将在台式马上跟大家见面 她的这个戏融合了歌仔戏 以及现代一些艺术的这个精华 那么相信可看性是非常高 那么集合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演员 是由这个钟华先生 我们这个举国文明的杨丽花小姐 以及我们这个香港来的冯宝宝小姐 她们几位将会在这个频道上面有精彩的表现 非常大的一个资源 今天先准备一段精彩的节目 让观众朋友先赌为快 先赌为快 为您带来洛神的其中的一段 叫做先凡之恋 让我们欢迎杨丽花红宝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大哥等一下就自己访问了 好 杨丽花小姐掌声欢迎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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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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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拍过一部八点档的连续剧 它的舞蹈身段展露无一样 相信这部戏一定会有很好很高的票房记录 今天参加我们这个盛会 是不是请杨丽华小姐跟冯博华小姐 跟我们来跟青年朋友们说几句话好吗 对 我们要讲的话是最重要的我们政府最重视 所以这一次我们演艺人员都是大家都出的力量一点力量 想赢得我们台湾全岛的观众朋友 一定一件事情不能做的 你先说啦 对 我希望各位朋友是 谢谢谢谢 哇 线上的一个这个 哎呀 太好了啊 这个表示啊 台湾一句话说 尊重就你们自己的生命 吸毒不可以吃 哦 嗯 珍惜别人的生命 对 珍惜自己的生命 对 不要吸毒 不要吸毒 那尊重别人的生命 就千万不要贩毒 不要贩毒 没错 台湾一句话说 毒品不可以吃 吃了你们就会没生命 太好了 讲得非常清楚 对的啊 这个 今天很高兴两位啊 你看穿着这个大礼服到现场 会不会觉得很热啊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大廷我这 大廷我这变我 不要抢镜头啦 不要讲这 看这个 变成毒品了 今天非常谢谢他们两位到我们现场来 来 我们掌声在路 给大家帮忙的 鼓励谢谢 谢谢